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春天來到溫哥華的時候 有什麼景點是一定要去的 雖然這段影片已經是在早前5月初拍的 但是由於Bonnie自己很懶的關係 就一直遲遲都未出這段影片 今天終於出場了 這次我們去到Albert's Fort 去看屈甘香的花展 這個花展其實每年都會有的 就是屈甘香節 每年的時間其實都很... 根據那些花什麼時候開完 或者什麼時候開成的 所以每年的這個節 都有不一樣的時間 而今年2017年 就在4月10日到5月7日 已經結束了 哈哈哈 Bonnie爭取在最後的時間 都去到欣賞這個屈甘香的光彩 通常他們都是... 那一段時間的時間 每天都會開放 而且是由早上9點到下午7點半 其實這個時間 都根據那天 究竟什麼時候出太陽 和什麼時候下山 而斷定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去的那天 天氣超級好 我們從溫哥華出發 駕駛到Albesford 大概是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由於那天實在太好天 而且很多人去 我們都在中間 要塞一陣子的車 但其實也不是塞了很久 仍然能夠很順利地去到的 不過我們唯一失策的 就是我們沒有一組買定的票 原來你去到當場買票 那些票是超級超級貴的 所以最好如果你來之前 就一定要買定票才好進去 那因為當天我們進去的時候 唉...實在太失策了 我們進去的時候 買票是需要用到25元一個人 所以是超級貴的 但是如果你上網買 假日進去的話 只是15元一個人 而你星期一到星期五 入場的話 入場費就會是8元 而小童、團體 20人以上一起去 就會是5元一個人 所以平日去是便宜很多 可惜Bonnie自己那天去 已經是週末了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個星期 所以都要急著去、趕著去 唉... 所以真的要付出大一點的代價 就是要付多一點錢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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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進去的時候 你仍然要走一段路 先走到布門屈甘虛的地方 但是真的要提醒一點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穿白色鞋 來這個地方 因為你的鞋一定避免不到 不髒的 因為呢... 有很多地方 仍然有些泥漿 所以你是很容易踩到泥漿裡 雖然他們已經放了一些木板 讓我們走的時候 是能夠乾淨 以及不會踩到的泥漿 但是真的 你有時候 想拍照 就真的不能避免 就一定會踩到泥漿裡 所以最好呢 就不要穿白色鞋 也不要穿你最喜歡的那一雙鞋 來參加這個屈甘虛節 這樣你也會看到 有很多人 特地來參加這個屈甘虛節 那些花真的 真的很漂亮 而且開得很燦爛 而且天氣好 真的超級容易 就拍到一個很漂亮的花海照 由於我們去的時候 再之後的星期 當然是母親節 所以也看到很多人 跟媽媽和爸爸一起 一家帶去 都很好玩的 那呢 完了這個屈甘虛之旅 之後呢 我們去哪裡呢 那我們之後 就去了在加拿大先有的地方 就是Tim Horton 那裡去吃我們的 下午茶 那我就點了一個 他們剛剛新出的 還有點了一杯 steep tea steep tea 其實就是奶茶 但它不是港式 它是外國的奶茶 添了我剛才的奶茶 是真的最好喝的 那就是這一杯 最好喝的奶茶之後 那就結束了 我們那天去尋找 屈甘虛花園之旅了 那是一個 好好好好 一家大小 跟Danny媽媽一起 享受一個下午的地方 還有呢 我想 在香港來說 除了花虛之外 我都沒見過一個 這麼大的地方 是全部都是布滿花的 那呢 而且呢 在那裡呢 你也可以買到你的 心水花的 你可以逐檔買 又或者一盤 買回家中的 那所以 如果你是愛花之人呢 去這個屈甘虛節 一定一定 能夠令你滿載而歸的了 那所以呢 春天來到溫哥華的時候呢 這個屈甘虛節 是真的 不能夠錯失的 那呢 希望呢 大家都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個手指高 如果你想繼續看我其他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了 介紹給你的朋友仔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